身上蓝衣的男子手持铁棍 用力很砸机车 停在门前的每一步都不放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画面更惊悚 窗户珠家对着电扇 也是一阵狂徽猛砸 电视饮水机都不放过 全部砸过一轮之后 两手一挥千元钞票洒满地 离开前还不忘再砸两下 男子这么一闹 造成这家人的机车 以表板碎裂毁损 不知双层柜被砸到变形 饮水机电风扇更是全部海料料 阿嬷下的立刻报警处理 警方调查后才发现 原来前犯就是阿嬷女儿的 陈姓贤夫 事发就在高雄市三民区 这间透天错 原来两年前 陈姓贤犯用前妻的名义做担保 买下一辆75万的轿车 不过两人离婚后 他却开始不小贷款 双方爆发口角争执 造成陈姓贤心声不满 4月29号 弃了手持铁棍上门理论 我要去欠另外一台车的时候 银行公署 他有查到我名下 好像有当人家的保人 他就是说他要故意不缴 不然他怎么可能没有欠 陈姓贤犯案之后 前往陈姓地管辖之左营 分局救生所拖案 害你虽不愿提出回损 唯警方人依刑法恐吓罪 一共申办 陈姓贤犯到案时供冲 因为走后情绪激动 才会冲动犯案 不过其实在事发前两个小时 他就曾经对前妻扬言威胁 你才会出事 而且前夫的恐吓行为不是第一次 先前就曾经开车堵在家门口 如今又闯入民宅搞破坏 因为恐怕不是撒钱赔偿就能善了 这新闻的公朋友